任谁都不愿当二等公民 来看位在新庄福寿街202项一带的污水下水道工程问题 虽然里长蔡和平极力为民争取改善 但是到现在为止人就看不到工程单位进场施作 连带造成住家的环境卫生大受影响 里长也期盼这个长达十几年的生活困扰 是否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处理 针对福寿街202项一带的污水下水道工程 何时进场施作 里长蔡和平为民争取多年 真的是有苦难言 我们这些人不是二等公民 所以很多里民给我里长反应 整出到这个下水道里面的施工 所以影响到人们的环境和卫生和水塘都不通 所以希望说我们上级的长官尽量阻挡我们基层的这个卫生和环境 这可以完成到我们里民所需要的重点 虽然里长极力的争取但是就是没有看见工程单位进场施作 造成住户居家卫生环境大受影响 大家都不愿意被当成二等公民来对待 住户居家卫生环境 一定要早日解决大家才能够住得更安心 里长希望住户们所反应的新生 是否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处理 面对这项问题市府方面也做了回应将在云霄节过后 安排人员和里长到现场会开 共同研议改善的办法让住的品质有所提升 记者黄又贤新庄采访报道